每一個原住民的信仰 不同的信仰 你可以再選擇一天是 紀念台灣原住民的祖先 大家用不同的宗教儀式 來祭拜自己的祖先 來感恩這一片土地的祖先 這很好啊 他有沒有答應 第二件就是 我希望他能夠幫忙推動 就是原住民是不可能離開 這一片土地繼續生存下去 希望能夠在法律上 對原住民的任何的財產 是在法律上是有保護的 跟原住民有任何的工作 或者任何的合約 因為我在當民代這個幾年 我真的發現到 還有很多原住民在受騙 他是不懂的 所以他是 因為他文化有落差 價值有落差 因為我覺得我們在台灣 這一片土地 只要是在台灣住的 這些我們台灣人 我們都是一家人 我也不會去講 是被漢人騙或什麼 因為大家都是一家人 但是我希望原住民的 所有的法律是被保護的 第三件我是希望 原民會這個主委也好 族行委也好 是由我們原住民認同推派出來的 所以推派出來之後 他的這個經費就會像宋楚瑜一樣 他這個經費一定會落實 真正用敵觀之間的心胸 經費不會亂用嘛 對不對 像類似小耳朵 我們住在台中市 我們需要小耳朵嗎 不需要 一個小耳朵要八千塊錢 裝在我家 然後你給我這個小耳朵 我覺得你是在欺負我耶 為什麼 我只能看到七個台或八個台 我們想看六七十個台 但是我每個月還是要花六百塊來看 我裝這個小耳朵幹什麼 你花了這麼多的錢 為什麼這個錢 不會用在真正落實在原住民 原住民為什麼 落實貧窮 你怎麼改善他的貧窮 你讓小孩來討價 可以討價的人 我說一個故事 我回到一個校長在台東 他移民美國後來他跟我講 他是一個高中的老師 他很難過 他是一個學佛的 他跟我講說 他不知道找得到 找不到這個學生 我說怎麼了 他是一個官商工商 但是這個學生考上了一個國立大學 他跟這個老師講 老師 你能夠幫我完成大學學業吧 我聽了我心裡是有多麼的痛 為什麼 我們想要讀書的孩子 竟然是沒有錢可以讀書 原民會在幹什麼 政府你在幹什麼 我們是主人 是怎麼我們的孩子 要受到這樣的痛苦 為什麼我們的經費 不能讓我們的原住民 將來是在這個社會上 這個經濟上 跟社會是可以同步的 這個才能真正的 解決我們原住民的問題 不是一再的給我們補助 我們就很高興 希望你的補助 那你跟馬總統建議了三點 他有聽進去嗎 我不知道他有沒有聽進去 他有沒有做筆記 我是不曉得 但是旁邊是有人做筆記 這個樣子 那後來有實現嗎 你有看到我們原住民主宣紀念館嗎 那你有聽到我們原住民的小孩讀書 真正會讀小孩兒是免費用獎金 一直可以讀到大學畢業 或者出國留學 沒有吧 都沒有 所以你們原住民朋友 家家戶戶都有補助八千塊 讓你們裝小耳朵 也不是家家戶戶 不是家家戶戶吧 但是我是認同山區 如果收訊比較不好的時候 應該要裝 你台東市你為什麼要裝 你為了和銷經費嗎 那如果那些錢拿給那小孩子讀書 就不得了了 當然 還有這個部落產業發展 三年快要一千萬的經費 我看不到對部落有什麼經濟的帶動 這個是等於是會寫計畫的人 然後可以和銷的人 來用這個一千萬 他並不了解原住民朋友 這是原住民可以申請這個經費 那這個經費好像聽說是有兩百多個通過 在這裡二三十億的錢 你為什麼不拿來台東 有這麼多一個好發揮的地方 這麼多族群的地方 你可以 原民會可以花這一筆錢 買一大筆的土地 然後蓋一個原住民文化特區 原住民廣場 你有原住民的商店街 有原住民的美食館 有表演場 你不是可以造就更多原住民 長久的就業機會 然後讓很多觀光客 可以停留在台東 是 不是很好嗎 來 觀眾 其實大法新聞等級以來 也有不少原住民的觀眾朋友 我舉幾個例子 每次我們在談到 比較低層的勞工階級的代議 弱勢團體的時候 經常就有call in的觀眾 聽那個聲音就知道是原住民 鳳姐你會記得 第二 也有很多受過教育的原住民過來 鳳姐你經常問他說 你的這個原住民的名字叫什麼 他會唸給你聽 聽他的口氣 他是受過高等教育過的 所以大法新聞等級以來 雖然說沒有真正聰明 原住民的朋友來上節目 但是很多原住民的觀眾 原來是很大案 都在看大法新聞 所以今天我要照這個機會 第二 我對賴修青代表 表達敬意 如果不是為了政治利益 原住民朋友如果你自己能夠覺醒說 我是這塊土地的主人 我為什麼到今天受到這種待遇的話 那你真是有資格做原住民了 今天今天要誤射的事情 就是說原住民是這個土土的主人 一切都是外來的政權 任營的立委居然還質疑蔡英文說 你要代表哪個政府向原住民來道歉 西班牙 荷蘭 日本政府嗎 他忘掉他中國國民黨跟他們一樣 都是外來政權 他忘掉了 他大聲這期蔡英文 你要代表哪個政府 很簡單蔡英文代表 是所有台灣人民向我做民度欠 這不是對的 幾百年來救郵也好 待遇也好 對馬英九來講 他看原住民是用錢賣 用錢賣就有了 把你當人看 那是無意中講出耐心的話 他在陷阱裡面 就是原住民就是低等的 我用錢買就有了 所以你看每次 如果到十六月的時候 他就說青春啊 叫你們搬你們不搬 他不知道原住民青春搬 搬西裡以後他能活下去嗎 他不知道 他只要說這裡不能住 你們就給我牽走 他不知道原住民跟這個土土的感情 原住民的財產都共用的 他怎麼可能說你叫我搬去哪裡 我要怎麼搬下去 所以他不知道 我來儘管不了解這個 今天蔡英文的政策 他要提出這個政策 原住民的政策 我認為對 剛才賴代表講 如果原住民委員會的主委 是大家原住民不認同的 那你怎麼知道原住民 他們需要什麼東西 但是不客氣說 原住民你們選出來的 李華文代表 但是大家是不是認同了 他有真的能夠照顧到你們原住民嗎 對台灣人來說 我六十五層 我只一次九族文化村 現在也不是九族 我現在是不是九族 十四族 十四族 可是那個村還是叫九族文化村 那個是樣板 那根本不是代表原住民 只去過一次 不會去了解他 你接觸不到的原住民 就像剛剛賴代表講 在工地裡面做 現在工地做工也已經沒有 都外勞了 還輪不到原住民 所以怕你能夠聽到賴代表的心聲 那我很期待 所有電視機前面的原住民朋友 你自己要體認 你自己要覺醒 你要覺醒以後 別人才能夠尊敬你 對你 以前有自稱高級外省人的人 說台灣人是台八子 我們不認同的地方在於要尊重 就如同外省朋友來我們要尊重 本省朋友大家要彼此尊重 我們再問一句話 我們真正有尊重原住民嗎 所以那個尊重講很容易 但是要做很難 要發自內心 等一下我們再回來再討論 賴小姐像馬老師他們 他們現在改變要支持蔡英文 他們有沒有承受到壓力 等一下我繼續討論 先休息進廣告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